其實在這一兩週訓練上來 其實身體也是有一些在進步 對我來說是還蠻不錯的一個狀態 然後所以對於亞洲運動會 我想當然還是會希望能夠有好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越是這樣 越想用我表現越不能急 我覺得就是四年一次的詢問 好像每次都四年一次這樣 然後就是你說像14年那一次受傷 然後18年其實那時候其實也有傷 就是不一樣的傷 然後現在又要面對 就是再多一年的這種亞運 然後又有不一樣的傷 我覺得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一個考驗 我們最主要目標是明年好運 我絕對不會因為今年的亞運 在九月份我就把它復健的行程往前挪 不要因為亞運而破壞了我的系統的恢復 因為我們必須在明年的奧運會發揮出來 但是亞運也是我們中間的檢測點 像我因為去年也有第一些算是低潮 所以其實剛好那時候 我也有讀過學姐之前出的那本書 我覺得還蠻有蠻勵志的 所以最主要是我覺得學姐很勇於面對他的上市 就是他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坎坎而談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還正在學習的地方 因為亞運他有卡在試錦賽後面 然後所以等於說試錦賽完就是以不控制體重的方式 去打76的亞運的76冠軍 這樣然後體重應該會 希望可以落在7273 就是盡量不會離76太遠 因為如果在這短時間內 要把體重撐到76的話 我覺得相對在 刻表上跟體能上都是一個負擔 我蠻興奮的 對 因為上次亞運沒有選中 然後我就是準備了很久 蠻期待這場比賽的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一定要前二名 然後幫助更多人 可以幫助學弟妹啊 還有自己基層的教練 我的狀態嘛 算是比較穩定 因為我的練習基本上 跟比賽的節奏 我都算是可以去達成到自己的最佳狀態 以今年度的比賽來說 杭州洋域是我的一個最大目標的方式 像 想為那個台湾男子隊 他一年獎牌 明年24年的奧運的話 就上次也去過 20年的東奧 他的第五 然後這次的目標也是想 站上頒獎牌 我們在這裡 說到最後的目標 近天 也藏在在這邊 你會做到那個 我都會再跟那個 我都會做到 好像攀升 我們到後邊 我們到時候 字幕提供